托希制度垃圾球逐粒逐粒研究系列 今集玩freestyle扭扭卷 玩了很多集幾何波波都玩到厭 就拍幾集freestyle给大家看一下 今集的创作灵感就是这个 四边转向零柱头尾都是一个正方形 旁边就会有八个三个形围住 无限地将中间这一层伸展伸展伸展下去 这样就可以形成好多三个形围在中间 然后用配色的方法将它噗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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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感觉都不错 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已经摘好了一层 让大家看个基本形态 可以见到有两种三个形的粒和凸 粒形会比较容易爆炸 照舊就会做粒形 搞定好粒之后就到凸 因为它比较出位,很容易吸引眼球 所以我就安排了自己比較喜歡的紫色和黃色 不停不停地重複第二層第三層 很快就會到收尾的部分 什麼叫freestyle呢? 其中一種元素就是亂來 所以在收尾的部分才發現是不夠紫的 就隨便找一些相似的顏色就勉強頂余檔 初版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 可能又因為垃圾坡的關係就自然消失了 這裡就做好了 可以看到四邊 兩邊凸兩邊粒就沿著旁邊 四種顏色這樣轉下去 這樣看的話都蠻有趣的 我想如果它的比例是小一點 還有弄很長的話 看到它整條這樣扭的話 效果都應該是蠻不錯的 這款製作其實也不算很困難 但效果都蠻漂亮的 零零丁丁不適合色感覺很古怪 希望這款你都會喜歡 做開這個我覺得下集可以試玩一些 同樣是柳花或者配色的花紋 我會希望下集玩一個小花瓶 讓大家先偷看下集的設計概念圖 那今集就到這裡啦 下集再見啦 拜拜 你們follow了我沒有? 快點去吧 全部網名都是一樣的 讓大家聽說